目前最新版本是1.1.1 那這個版本有一個問題 章魚哥他不肯幫你修理黃昏之弓 或者是這個 魔法長杖 魔法杖 這些他都不肯幫你修理 那解決的方法就是 你把這個黃昏之弓放在地上 或者是 魔法長杖也放在地上 然後 用魚料建造的方式 把他附在你的裝備上面 再來我們先把那個黃昏之弓丟給他 就是 等一下喔 這邊是我們 的黃昏之弓嘛 他附在別的武器上面 丟給他修理 這樣他就願意修理了 r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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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再來去找上面那一隻 現在修好了對不對 他丟的有夠圓的 這兩件裝備都修好之後 到右下這邊一死村 從這個 神廟走過去嘛一死村 這邊有一個分解墊 到達分解墊之後 就請他幫我們分解 比方說我的 我的黃昏之弓在這邊嘛 就請他分解 再來看地上 這個是修好的刀子 還有黃昏之弓 這樣黃昏之弓就變成全新的了 但是他沒有辦法附加詞條 因為他是用附送的方式在修理 然後這一把 爛刀也修好了 在最後再看另外一樣 這是我們剛才的魔法藏杖 一樣分解 這樣魔法藏也修好了 變成一個全新的 很簡單吧 那就這樣子囉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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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